买力盖屋不好赚 保险业上一引弹瞄准百货商场 保险业者手中现金满满 他们收取保费来投资赚取更高报酬 过去最爱投资房地产 现在则转向进攻百货商场 购买土地来去做投资的话 虽然可能中长期会有些活力 但是在期间之内的一个 现金收益会比较差一点 那与其如此 我来去做一些所谓的一个开发案 在现金流的一个部分上面要表达 面临法规改变 加上金管会的诸多限制 以及房地精华地段几乎都被买光了 这都让买屋囤地的策略转弯 金融受险业转向投资百货商场 他们要希望找一个新的标的 能够立竿建立即有成效 那目前有一些BOT的案子 像台湾人寿跟市政府合作的 四图二期供购文章会馆 没有商场跟饭店进行程 高雄总图BOT案 就位在高雄仕途总管旁 台售将投资40亿元 行建地上27楼 地下6楼的文创会馆 预计明年能完工启用 另外台湾人寿在2016年 法165亿买下 位在亚洲新湾区的 汉莱新世界中心 市动地上42层 地下7层的摩天大楼 采取售购回租方式 由汉神明店百货 汉莱大饭店 汉莱美食继续营运 马上就带来稳定的租金收益 还有富邦人寿取得 龙华国小旧职的70年地上存 开发权利 位在京华区 捷运凹子底站旁 土地完整 含地下室的可兴建 楼地板面积达15万坪 将投资200亿元 兴建复合式商场大楼 规划有百户 饭店 影城 水族馆等等 这些BOT案开发结束 就有现金流产生 另外不止高雄 像台北去年齐登的六福皇宫 也传出国泰人寿 有意接受 台北战前的亚中广场大楼 每层分别有不同 受险业工站 包括新光 台湾 国宝 中国人寿等等 有名吹头暴率的商办物件 小一块又明显 都显示保险业者投资的架构 以待改变